步驟做,回去一定要再多多练习 录制完之后会多两个东西 一个工作表合并,一个是清除 这两个,我想自己把按钮加上去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做完的话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最后做完,这边已经有了 然后就是插入两个按钮 那也许最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工作表合并的按钮 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个清除的按钮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让它连续的帮我 那我的习惯是 希望按钮一样大的话 我会用复制的,然后再来做修改 把它这个改成清除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在插入一个新的表的按钮 会不同一样大 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把它清除 然后工作表合并 有没有合并过来 不过合并过来你会发现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它会画面会闪动 第二个呢,它贴完之后就跑到这里来 你必须还要怎么样 再拉到上面来 它才会 所以你变成这个部分还不够贴心 所以通常写完成之后还会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所以刚刚那地方,比如说第一个 我希望前置跑完之后 帮我把游标移动到哪里呢 最上面,H-Brainage A1 那你怎么写,很简单嘛 这个复制贴上应该会啦 Ctrl鍵按住嘛 把这边改成,有没有 就搞定了 意思是什么 跑完之后,游标跳上去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试一下 清楚 跑完,有没有,跳到这边来 这样感觉比较贴心 不然贴完了 好,是有贴完了 可是游标还停在下面 那使用者还是要拉上去 因为他主要是要从上面看下来 没有人没事从下面看上去吧 因为栏位名称在上面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 可能会有个问题 画面会闪动 所以如果你要把画面闪动关掉的话 大家还记得吧 开关关一下就好了 谁管理这个 开关呢 就是那个什么 Application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Application物件 一定要记下来 Application 电 点下去有的话 表示字没拼错 Screen Updating 等于什么呢 等于False 然后最后再把这一行 复制到下面来 再怎样 等于True就好了 意思就是上面是关 下面最后跑完再开 刚刚会闪动来试一下 这时候按下去 不会闪了 这样感觉就很OK了 对不对 不会花太多时间 但是你的那个螺子要清楚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做的动作 如果你把它标准化流程的话 一 先把中间这个写完 就是做完 对 那顶多是多了一 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一行 所以我刚刚讲说 这个可能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向下一列 然后外面再包回圈 Fal回圈包起来 然后为了确保你的位置是正确的 所以先把游标放在第一季的工作表 跟它的这个A2的储存格 不然如果你没有加这两行的话 那有的时候 你游标刚好不在A2 那完蛋了 它一合并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OK这个我想各位要注意 那其他的话就是 这个是我们刚刚加的 加上去的 至于你要做其他变化 反正就是标准化流程 一下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那清楚的话不外乎就是 A2一直到E1的最下面一列 把它点Click Contents 所以这个已经做N次了 所以自己再把它完成 好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能要需要做个变化 当然你会发现贴上之后会有几个问题 1 这边是1到30 这边是1到30 1到 可是你会发现 我贴上会有个问题 我没有月份的讯息 所以理论上应该日期应该是 1月1号 1月2号等等的 所以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需求 做完 其实刚刚我写的程式码都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来 没办法 Ctrl C Ctrl V 回去有时间就把它多练过 这东西其实练个几遍之后 你大概就滚瓜烂熟了 以后的话我想做这东西就会很轻易 好 再来就是 处理月份资料问题 结果长得像这样子 本来是只有中间的这个部分 我要补两个 两个东西 那两个前面的东西补什么 补1月 中间的东西还保留 后面补一个日 假设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话 那1月的这个讯息从哪边得到的 I的那个就是它几月 可是I是123 那我要的是这个工作表 我现在所切到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会多需要了解一个就是 这个工作表 它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你可以多知道有个属性 叫.name 它的name就出来了 后面再串一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那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你现在没有头绪的话 像我之前 这也是衍生性的 同学老师做完了 可是我这日期不OK 那可不可以改一下 对好 改一下 怎么改 这时候头大了 对 你写完了 那所以这地方呢 也许你可以 假设你没有一个头绪 你可以慢慢当它什么 去跑这个城市 比如说F8 然后这个这个是清楚 你可以的 像我那时候是怎么 就是第一个 就切过来了 对啊 然后这个切到一一个 Ctrl 去向右向 Copy 切到第二季 贴上 贴上之后呢 其实再来下面这一行 就是Ctrl 向下 那Ctrl 向下 你再来处理 好像就过了那个时间点 所以理论上 处理的最佳 最佳的地方 应该是在什么 当它贴上的时候 当它贴上的时候 要做什么 就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什么 把它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的A栏里面的资料 抓出来 然后呢 前面并一个 现在工作表的名称 后面并一个日 再把它写回去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那怎么写 基本上贴上 那这边的话 那怎么把它全部跑完 我就打一个Fore 因为I已经用掉 这边所以我就 这边有一个I了 那我用J好了 Fore J 等于 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话 就是 我们Range 从那个A2 去侦测 点End 然后前刮弧 向下 去抓到它的Rule 然后一样嘛 一会有Fore 就有Ness 做什么呢 从头到尾 帮我做一件事 先把输出 先写在前面 输出的位置 一定也是 追列的A栏 输出什么东西呢 等于 其实还是它自己 本身一定会有 一定也会有E 可是我这个E 前面会串一个什么 先串1月 那1月从哪边来 去 工作表 的 刮弧 哪一列 哪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后面加一个 请你加一个点End 点End的话 就是1月的意思 现在这个1月 然后后面的话 串一个End 所以串接嘛 1月 1日 后面串一个什么 End一个什么呢 再串一个日 看得懂这个意思吧 就是 先把这个东西 先抓过来 把它全部串完之后 再帮我写回去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会变1月1日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直接来跑一下 forJ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 31嘛 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 这个的话 就是 现在的这个工作表 的名称 在这个地方 串什么 串1 再串一个日 输出 有没有看到 1月1日了 OK 所以这边最后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有没有 就是 现在这边这个东西 它的流程是 先帮你抓过来 然后跟这个串 串完之后 再帮你丢过来 应该懂这个流程啦 OK 然后 底下都一样 所以全部把它跑完 所以全部跑完之后 我这边设中断点 让它全部跑完 有没有 1月 1都保留 到30了 OK 好 那跑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再换 2月了 OK 所以2月的话 我把它贴上 不过2月 我把它先贴了之后 这边还是一个中断点 好 这时候呢 2月又贴上来了 贴上来之后的话 可是我要做修改 但是如果我现在直接跑的话 从2到最下面 那不就刚刚 1月的也会被更改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什么地方要改 什么地方不要改 后来我用个简单的逻辑 因为没改的话 它的字的长度呢 一定是 一个字 一个字或两个字嘛 对 就是 不外乎就是 1到30 那它的字串长度 最多就一个字或两个字 如果是三个字的话 那就不用改了 1234 它有四个字 不用改 所以我的习惯怎么样 外面呢 再做一个逻辑 逻辑的写法应该都会来 一幅 一幅什么呢 一幅这个东西 Sales 这个 Sales 这个里面的长度 那L1 L1 L1 就是它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这里面的话 假如是 大于 大于不用 应该是小于 小于三个字 小于三个字的话 表示是一个字或两个字 才需要做 then 那大于就不用理它了 then 这边加一个 and if 也就是说呢 如果它的 这个什么呢 字数超过 什么呢 三个字的话 就不用去做 所以 这边我有个逻辑 是小于三 小于三的话 就是一个字或两个字 才需要加上 那个 就是 几月几日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这边再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会先抓 抓二月嘛 因为它有 它有四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四个字 四个字 跳过 什么事也不做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都什么都 什么都不会做 直到什么呢 直到是二月的 这二月 把这边射中断点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二月了 所以这边的话 才需要怎么样 把二月的东西 直接 直接再把它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 这时候 二月一号 二月一号放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 直接就是在把 这边直接再执行过 二月一号 直接就全部输出了 那其他三月 也做法是一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 你会看一下 执行 OK 那你会看到 后面的话 当然上面有改过的 就不会再改了 三月 OK 所以这边的话 最后 我们写出来的程式 就是多增加了 几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就这一段 那其实刚刚写的 把它 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 稍微看一下 这部分 就是 多写了 就是 其实这上面 也有做一些 这个注解 其实就是 贴上之后的话 从第二列到最下面 去检查一下 当它字数 如果是 小于三个次的话 才会去做 后续的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 这个是 我想到的方式 也不是 一下子 马上 马上就可以 那当然 你如果有别的逻辑 你也可以用 你的逻辑 去撰写 所以这里 其实 我这边 提供给各位的是 一个参考的答案 它没有所谓的 标准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 也许你有 更简单的写法的话 其实也可以想想看 当然 一个解决的方法 每个人的 乏习惯性不一样 写出来 可能会有 不太一样的地方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